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 就是后面他就觉得 我是我爱喝酒 我酒鬼 然后我好不容易 就是歇班了 我不用出去应手了 他非得喊上我们共同朋友 要聚会喝酒去 我说你喝也喝行吧 他自个儿酒量本来就不好 喝两杯之后 就开始跟朋友们 说三道四的 说我天呈喝酒 然后说我那个 点头哈腰的 反正说像我这个钱 挣得不干净一样 我特别生气 我逼着一肚子火 结果人家喝多了 我们还得一块把它 弄回家去 多幼稚呀 当时组这个酒局 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身边这些朋友 也是希望我能在一块的 然后他也说我酒量不好 我也想借个机会 把我酒量再往上涨一涨 他刚说那些话 就是有可能是我喝醉了 说那些话是我的错 还有啥事吗 还有啥冲突 没有了吧 还是有很多的 就比如说我平常 对于生活的品质 是有要求的 就平常工作特别累嘛 然后好不容易翻公司 或者是项目提成下来的时候 我会买点衣服啊 包什么的 看我一下自己 对 然后但是 如果我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时候 一开始是会管他借 但是后来他太虚道了 太幼稚了 就一直黏着你 问东问西 然后后来就不找他了 我就找我其他的朋友了 结果他知道之后 就拿他挣的所剩不多的那点钱 开始给我买那些东西 我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去接受这些东西 我的物质是针对于我自己要去买的这些东西 你给我买了之后 结果我肯定还要为你相同价位的东西 那我本来我已经资金周转不过来了 你还送我这个 我收了之后肯定要还你 我不收你还生气 你幼不幼稚啊 我现在那么喜欢你 我为你送点礼物 这样全力都没有了吗 那咱俩没在一起 你不要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了好吗 而且他特别特别过分 就是我平常就是也比较喜欢自己出去玩嘛 因为像我们这种行业接触的人太杂了 就平常就是要打各种各样的圆场 然后就好不容易一个项目接触之后 就想出去自己散散心 哪怕自己一个人在酒店里待七天不说话 就感觉一种释放压力 而且我特别喜欢西藏 我去年自己就去了两趟西藏 然后我今年上个月 项目刚结束的时候 想再去一趟 他就非要跟我去 我说不行 我就是想自己去 他跟我去多麻烦多累 就是天天听人在那去的 接着他私自请假 然后跟我订了同一班航班 我特别生气 我就直接把那个行程取消了 然后他还说是我排斥他 我们都是现在很远嘛 那一个人去哪 如果发生危险怎么办呀 我是成年人了呀 他去年去西藏的时候 直接把下部磕肿 到现在还有疤呢 我只是磕肿了 而且我又会自己去医院 如果你要是跟我一起去的话 我又听你天天续道续道 我本来就已经够烦了 然后你还要再听你续道 我特别特别生气 我反正听到这儿 我觉得你们俩分手 是最好的选择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 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 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 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 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 自然也都上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